有沒有什麼是你們自己即興激盪出的火花,劇本上沒有的啊? 有... 有... 像什麼? 有... 像什麼? 其實很多我也有很多... 對,我覺得後面我們在那個市場那邊,菜市場的... 不能這樣 我剛剛已經想到了 我剛剛原本要脫口而出,但我突然想到 我看我還是對著這邊講一下 這邊可能會有給我眼神 這真的超難的 我拍攝前一晚都睡不著 我那一天之後我終於知道你們記者真的太... 真的太難了,太累了,太辛苦了 就是我... 就是因為還好就是有開拍前有跟民眾歌預約出來 就是因為我真的太緊張了 然後跟他讀完劇本之後 然後他教了我一些... 就是超劇本啊,會讓你把劇本背得更... 分享 然後... 然後讓我... 也是跟他更親近之後我就會... 沒有這麼大的壓力 然後... 之後拍的時候我們蠻順利的 就蠻順利的 對 我發現我們兩個在合作之前都想太多了 對 結果... 結果認識了 交入之後 其實真的想太多 劇中是兩個人有... 不是在玩一個... 就是對看 然後就說如果是誰眼神先移走就輸了 所以現場有可能幫我們試試嗎 現場可以嗎 兩個人兇狠地看著彼此 然後誰先把人生移走誰就輸了 那就不用收工了 對 那我們會看很久 可能會看大概兩個半小時 對 兩位會怎麼去解讀彼此在劇中角色的關係 很蠻複雜的 很複雜 然後又不能講太多 對 就是... 好像很多人說你們那個CP感很重 有嗎 我覺得是我們有一個很好的默契 就是像民眾哥剛剛講到 我們從一開始不熟 然後... 從喝完那次咖啡之後 我們突然好像整個頻率對到同一個上面 然後就... 接下來拍攝默契跟什麼 全部都是一氣呵成這樣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